这个事情让我其实非常地含心 也非常地震惊 当时台湾美红买掉 我们真的不知道 现在跟我们说什么 太明确了 那么当时马总统 当时的吴院长都说 要据理力争 到底 今天就竟然倒下 来我们再来看一次 梁淑军亚运遭叛失格 提委会副主委陈显宗 却说出这样的话 国际比赛的话 到最后你还是要吞下来 你要尊重 一句委屈吞下去 提委会副主委陈显宗 为了这句话 终于付出了代价 他觉得他心理上 觉得深感不安 所以他已经跟 这个代主委去出赤诚 也经过院长跟代主委商量以后 也接受了他这个赤诚 到底有没有作弊 全程录影的画面会说话 行政院中外记者会 要世台蒙和亚台蒙给个招待 也正式宣告 马政府吞不下这股怨气 上场拆散 经过了所有的简陆 却被判失格 消息传来了 我们全民都无法接受 所以我们政府会全力的支持 提委会支持我们的选手 去争取公道 我们也要求主管 主办单位 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决定 对我们要有合法合理的交代 这个奋斗 没有得到这个结果之前 我们不会停止 同时我们对于在事实真相查明之前 对于我们这个代表团所有的指控 我们都不能接受 而且要表示抗议 行政院长吴敦毅也首度亲口表达政府立场 所遭受的这个委屈 一定要本于维护国家尊严 确保我们的选手 依法有公平被对待的权利 那这种委屈怎么能吞得下去 我们一定距离力争 不排除要求国际纷争仲裁 维护国家尊严 我们特别在派政务委员 曾志朗兄 专程前往广州来督政 这表示我们政府坚定的决心 已经做杨淑军的后盾 替我们台湾的选手争一个公道 我们平均 我们平均 加油 民众喊得深思历劫 看板上也写着支持杨淑军 还有国民党市议员候选人 穿上跆拳道服做象征 国民党一一二一大游行 诉求变成力挺杨淑军 杨淑军对抗施责 这个冤案当然一定要平均 马总统这样的气氛填膺 慷慨激昂要替杨淑军讨公道 来 蔡委員 如果这是民粹的话 那国民党就是利用民粹 骗选票 不然怎么发动大游行呢 你看 总统是请候选人的背心 在那里发动民粹 杨淑军今天会策告 我认为 跟体委会脱不了关系 体委会像所有的这些人都夹在杨淑军的身上 成的杨淑军你要担 败的杨淑军你要担 所以杨淑军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我相信他承担不起的时候 做出这个策告的决定 我认为不是他主管意愿 这个不顾得到 顾书也在国际运动法庭顾书你知道吗 顾累才有真相嘛 至少要把清白要回来 要把尊严讨回来 所以我当时我说 怎么会这样 这叫务实外交 我说 我说体委会是无能 当时就搞错方向 在这里我们一直说一说 我们是要向亚运会的主办单位 中国去抗议 不是跟四台盟去对敌 你把整个焦点移转到跟四台盟去对抗 然后要到国际法庭去做仲裁 这个我们的方向就偏差 当时主办国是中国 当时是中国的教练 我们大家都怀疑他跟韩国的教练 两个连手做掉洋书军 要拿那块金牌 既然如果发生的是在中国 当时照理牌涉在里面 我在想说 今天不知道有中国的因素 改日 叫我们政府说要策告 因为国际仲裁法庭 一直调查下去 一直调查下去 后来说照理你也要来做情 照理你也要来做情 当时讲这些影片 还在国际仲裁运动法庭里面 補一次 让人看的时候 中国的照理会不会牵扯进去 会不会增加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甚至有中国的因素 尤其他撤告 尤其他洋书军去撤告 这有可能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是不相信洋书军这样撤告 你看今天洋书军撤告 他马上遭受到的压力 比没有撤告还要大 八月赤六就要做菜 差十多天而已 为什么不能等到八月初 国际运动法庭开庭之后 再来决定要走下一步 那委员你也要做过提委会付出 是啊 所以我感觉说 提委会是很不专业的东西 我认为提委会 今天是要说买买什么 要交给专业处理 要交给专业 提委本身就是专业 那我们要找什么专业 如果这个是 如果他讲的话是对的 把陈显宗叫回来 这个杨士奎你下来 陈显宗就没不对 陈显宗当时就是被民粹逼下来的 那他都不用辞职 他讲的如果是对的 到现在看起来 吞下来是对的 那陈显宗为什么要辞职 为什么要下台 那杨士奎说这个是民粹 你是在骂马英九吗 你是在骂胡敦毅吗 如果这个是民粹的话 他们用民粹去骗取选票 那杨士奎你是在骂总统 那这样你国民党的政务官 在骂你的党主席 骂你的总统 那你不应该下台吗 把陈显宗邀回来好了 是 如果专业 陈显宗最专业 后来我们台湾的选手 只要去国际比赛 吞到不公平的待遇 立刻吞下去 吞云 吞云 吞云就是专业 吞云就是专业了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这样 全国的支持 大家会说 一定要这个共同要打开 连总统 行政院长大家都出来 那个怎么现在变成所谓的民粹 我没有想到 这到底难道是当时只是一场戏吗 当时是总统和行政院长出来 那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只要拔他们 拔的是为了要选拟 怕说这所谓的 这搞不懂什么叫民粹 是 没有 民粹是过度的爱国 不是说什么 疯狂的爱国 我认为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讲得也对 这我想想得对 可能这个副主委也说 你应该准办这个 你们这个总统 副总统出来 在做这个 你应该准为了自己的選票 以我们体委会的专业来看 就是要吞路 一开始就是要吞路 对不对 想想的 现在想不想 对 他说马总统和胡敦英明 骗票就对 骗票就对 不然我们说 那是叫做民粹 我说一下 我们头头说 不是说 只是说杨淑军或跆拳道 现在 去脸上刻着一个作弊的上场比赛 我请问 后来我们台湾的选手 只要去比赛 人家跟你说 你有作弊 不是 这个台湾来的 是台湾 我请问 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怎么队伍 所以我非常同意 刚才徐老师和蔡委员都说到 我在怀疑是不是 我们的政府 真的是在担心 没有全心全力支持 杨淑军来打这个冠室 我们刚才都说过了 这个冠室很难打 花钱 花时间 耗费精力 会影响杨淑军的比赛 一定会 但是现在问题是 你政府有没有尽全力庭 还是说你政府有没有尽全力庭 是说 好啦 好啦 不要 那时间 这红头已经过了 我认为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 看的朋友真的很多 我觉得意志的贯彻叫尊严 成败先不讲 是啊 意志的贯彻叫尊严 让香港 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不好欺负 这个是很重要 彭于外 杨淑军是一个人 他怕在后面 我们政府没有全力支持 我们说强求他的意志要多高强 我觉得有点 有点强人所难 因为开始有点对他有影响 现在是看我们政府真的有支持 还是说我们政府说 好了 这就 刷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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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一刷